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又到了相聚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中国的晚上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在这个时刻 把我们一起聚拢了来 神啊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在工作了一天之后 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与你相聚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路上 凡我们走过的都必然地下 路径上都地下之有 神啊因为你的爱 你的爱流淌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明白 以年岁为我们的冠冕 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多过一天 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们就自然有福音的冠冕 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渴望在天上 结下我们的果子来 神啊我们福音的路上面 是靠我们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 这个是外方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没有办法享受到的 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与神的交流 是这样子的密切 我们渴望在我们相聚的时候 圣灵教官我们 在我们中间运行 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 圣经的道理 福音的道理 神啊我们知道 这是何等的甘甜 这是我们人生最美的恩赐 感谢神 把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你手上的明珠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 这个是 24章 它是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 Matthew Matthew这本书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 24章的39节 我们在前面讲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OK 在耶稣又有一个比喻 讲到说 洪水来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 以前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 一直到洪水来的前一刻 大家都是一样照常的吃喝 嫁去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就 突然间就来了 突然间就来了 真的是给大家一个 非常惊讶的事情 And they knew nothing 39节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 They knew nothing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OK 对于你要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知道 就算我们现在的人生日子里面 我们前面要过的日子 接下来明天要经历的事情 你睡醒了以后 世界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You know nothing Right I know nothing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OK 只有等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们通常都是属于后知后觉醒的 我们才会知道 So Until the flood Flood是我们的洪水 Flood OK 所有什么地方这个水爆满了 淹过堤防了 或者是淹到我们的隧道里面 淹到我们的粮田里面 淹到我们的楼下了 这个叫flood 就是洪水 OK Until the flood came 一直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 And took them all away 把他们全部都带走了 人是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为止 That is how 这就是如何怎么样 这样的发生 It will be at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同样的比喻 同样的事情就是 人子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OK Son of the man 指的是人子 OK 当这个人子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他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 如此这样的来 OK 静悄悄的来 在你没有办法察觉的时候 他突然就来了 OK 就是这样发生的 好 我们再来看四十节 Two men will be in the field 有两个人 将会有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 A跟B 某甲某椅都在田里面工作 Field Field指的是田里 我们的耕种的田里面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一个被带走了 一个就流下来了 洪水 一个把它冲跑了 一个就流下来了 So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四十一节 Two women will be grinding With a hand mill Hand mill是怎么样 用手推的那种墨 Hand mill 比如说要把 麦子磨成粉 要把我们 我们以前做什么 豆浆 豆子磨成粉 磨成豆浆 我们都是要用 Hand mill Mill指的是一个墨子 一个墨子 推墨的那个墨 OK So hand mill是用手 操作的这个墨子 Grinding G-R-I-N-D 这个是grinding Grinding就是把什么东西 敲碎 磨碎 OK 这个东西叫 或锤 用锤的方法 锤碎 也可以说grinding OK 好 他在那里 推那个墨子 在磨东西的时候呢 One will be taken And the other left 也是一样 一个被带走了 一个留下来 这个谁被带走 谁被留下来 这都没有人知道 OK Therefore 因此所以 这样 Therefore Keep watch Keep watch Watch是你眼睛看好 你要看好 Keep watch Keep watch 就是说你要警醒点 你要眼睛睁大一点 我们现在 中国人的讲法就是 你罩子放亮点 眼睛睁大一点 怎么不小心呢 OK 眼睛睁大一点 Keep watch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On what day Your lord will come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You do not know On what day On 哪一天 在哪一天 一定要用on 用这个戒词 On what day 比如说on 什么day On Saturday On Friday On Thursday 一个礼拜的哪一天 周一到周日 通通都是用on OK On On the day of my birthday 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OK On 所以只要是讲 特止的哪一天 都是要用on 在那一天 到底在哪一天 Your lord will come 你的主耶和华会 在那一天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能够预知 好 43节 But understand this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Understand this If the owner The owner of the house had none at what time of night the thief was coming OK 假如 假如the owner of the house 这个家里面的主人 他如果已经知道 had none 注意这个是过去完成事 也就是说 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再告诉你 有这么一件事情 在这个事情之前 所以是过去完成事 对吧 从过去的某一点 到他知道的那一刻 OK 过去的某一点 他已经知道了 at what time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 on what day 在哪一天 我们要用on 在什么时间 我们要用at at what time 比如说 at three o'clock at two o'clock OK 你早上来 下午来找我好了 at three o'clock 我们三点钟见面 at three o'clock 早上你是几点起床啊 OK at nine o'clock 我九点钟才起来 at nine o'clock so at what time of night 在晚上的某一个时间 什么时间 at what time of night the thief was coming thief i e 发的是e的长音 thief thief 这个th呢 你是要让气流通过的 thief thief 这个贼会来 比如说家里的主人 知道这个贼是几点钟 会来的话呢 he would have kept watched 他就会 假如 所以这是一个假如语法 假如他知道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he would have kept watched kept watched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睁大眼睛 他就会仔细地看着 看着 and would not and would not have let his house be broken into 他就不会让 let his house be broken into 让他的房子 be broken into 是被 被人强行 就等于被人闯进来 be broken into okay my 比如说my house was broken into 我的房子被人家闯进来了 就被人家打破了 跑进来 我的车子 被闯进去了 okay 有人撬开我的车子了 my car was broken into okay 所以 这个都是很好用的 你的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的产业 你的房子 你的汽车 被人家闯进去了 就是用be broken into okay 我们再往下看 44节 so you also 你也这样 must be ready be ready be ready 就是准备好 okay 这可以是一个简单句 be ready 准备好 准备好 不要这个 等事情来的时候 你没有准备 所以 be ready 你也应该要准备好 because the son of man 因为人子呢 will come at an hour 他会在某一刻 某一个时刻来呢 when you do not expect him 他会在你 没有期待他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刻就到来 你没有期待他 凌晨四点钟到 他凌晨四点钟就到 你没有期待他 他是早晨两点钟到 他两点就到了 okay so the son of man will come an hour 他会在一个时刻里面来 是 when you do not expect him 你没有期待他的那一刻 他就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45节 who them who them 那么谁呢 who them who them is the faithful and wise servant faithful and wise 就是两个很好的品质 很好的品格 我们讲这个人是 faithful 他很现实的 很honest的意思 okay wise 又很聪明 又现实又聪明 这个人肯定老实又可靠 然后脑子又好使 对吧 又不是那种很呆板的人 okay servant 他是一个仆人 那么这样子的人 又现实又可靠 又聪明的人呢 whom the master has put in charge of the servants in his household okay 这个人呢 这样的一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 the master has put in charge of in charge of 是负责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来负责 管理着所有家里的进出 的这个管 做管家的工作好了 in charge of okay 他是负责管理 我们这个全校的教学事务 in charge of 负责管 这方面 okay so put in charge of 就是他 主人安排 让你来负责什么事情 so put in charge of the servants 管理什么东西呢 the servants in his household 在他的家里面 专门看管 其他的仆人 所以他是大管家 他负责管的就是 其他所有的仆人 to give them their food at a proper time 特别是管理什么 给他们吃的东西 他们的食物 okay 分粮食给他们 然后呢 at a proper time proper是很 确切的 而且是很恰当的时间 比如说每个月的三号 每个月的五号 这就是很恰当的时间 不是乱给的 就是有次序的 proper 很恰当的 okay proper这个字呢 用在很多地方 你的proper的说话 你说的话 是不是很proper 说的话 合不合一 okay proper action okay 或者是你的做事情 你做的事情 合不合一 做人处事 你表现出来 是不是很proper 是不是很合这个身份 合这个时机 所以是proper proper这个怎么样 学起来 okay 所以 谁会是这么一个 又忠心信实 然后又很有见识 又很聪明的 这样一个仆人 那主人就会派他怎么样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的给他分粮食 管理这所有的 家里的仆人 吃粮食的问题呢 谁会是这样的人呢 it will be good for that servant whose master finds him doing so when he returns it will be good 这整个事情就是 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好 怎么样好法呢 那个仆人 就是我们指的 这个大管家的仆人 okay whose master finds him doing okay when doing so when he returns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主人看到 find him find是 不只是找 而是找到 okay 主人找到他 看到他正在如此做 如此这般行 他做的都是非常很合宜的 他负责管理的工作 管理其他的仆人 那么他都给他们 恰当的分配 粮食 什么都管理的好好的 津津有条的 okay 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不是挺美好的吗 就很好 我们看47节 I tell you the truth 耶稣常常说这句话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们吧 实在告诉你 He will put him in charge of all his possessions 所以 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知道 那么主人就在你 不经历的时候 他在那一刻 突然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你 很信实 又很有智慧的方式 来处理 这所有的事情 你都管得 井井有条的 那他肯定怎么样 就会加给你更 加添给你更多的责任 So he will put him in charge of 又来一个 in charge of in charge of 是负责任 管理什么事情 in charge of all his possessions possessions 是他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 房产呢 包括他 所有的房产呢 他所有的 财务啊 都包括在里面 possession ok 所以 这个possession 就是指人有 拥有权 于人拥有的东西 叫possession ok 好 我们再来看四十八节 but suppose that ok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 前面我们讲了说 假设这个仆人 是非常好的 他是一个好人 他很聪明 又有智慧 然后又很信实 把主人的家里 管得好好的 但如果这个人 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假设个相反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 我们说 suppose that 假如 ok 假如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suppose 跟这个if 都一样的意思 if怎么样怎么样 他假如他这样这样做 那suppose呢 换一个字 你也要知道 是什么意思 假设 这个假设的意思 假设说 那个servant 那个仆人是wicked 我们一看到这个wicked 就知道 他很邪恶 很恶劣的 and saves to himself 然后他自己跟自己说 my master is staying away a long time ok 我的主人 staying away 他是怎么样 staying away 他在外面 ok 他没有回来 staying away 他离家 staying away 是指离家的 这种情况 a long time 他会出外 很长一段时间的 离家 很长一段时间的 and he then begins to beat his fellow servants 他心里一想 哎呀 你看 这主人呢 是很久才会回来的 没问题 他离家要好久呢 所以他就开始做 不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假设是 这个大管家 是个恶人的话 他就开始怎么样 be his fellow servants fellow servants 指的是跟他一样 同样的工作 他的同事们 my fellow 比如说我讲 my fellow co-worker ok 我的同事们 fellow就是有我的 好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我的好 好同胞 我的好 如果我们当兵 我们都是做 做officer的 我们都是做soldiers my fellow officer my fellow 我的好同伴的 这些 做 做 做长官的人 ok 我的好同伴 都做警察的 my fellow policeman ok 我的亲爱的 警察同志们 就有这个意思 在fellow 就有这个意思 表示我们是 一块做一样的工作的 他就开始打他的这个 跟他一样的仆人 这个主人的仆人 是他的同事的 这些仆人 fellow servants and to eat and drink with drunkers 他就开始跟什么 drunkers 是那些酒鬼 drunkers 是那些喝醉的人 他就跟那些 喝醉的人一起 吃吃喝喝的 ok 第五十节 the master of that servant will come on a date 那当然了 主人也是一样 有一天 突然在他不经意之间 主人就回来了 on a date 在某一天 when he does not expect him 这一天 可能是这个大管家 从来没有期待 主人在那一天回来 意思就是在他 意外的情况下 他回来了 ok at an hour he is not aware of 他回来的那一点 那个时间点呢 是他根本不知道的 主人 那个仆人根本不知道 哦 主人是早上一点钟到 哇 他怎么知道 他可能喝得烂醉如泥 so he is not aware of 注意这个aware of 前面要有逼动词 所以有一个 is he is not aware of 所以 be aware of 是知道什么事情 如果讲了一个not的话 就是意思说 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aware of 这个很好用的 he will cut him to pieces 哇 这个 主人会惩罚他的 所以怎么惩罚他呢 把他切成好几块 把他腰斩了 把他给斩了 切成好几大块 and assign him a place ok 这个地方 cut him to pieces 是一个比较 夸张的语法来形容 就是说 把他砍成好几块 意思就是 好好的惩罚他 重惩他 然后assign him 派给他 ok 比如说老师给我们一个assign ok 老师分配我做一个什么什么工作 叫我做一个计算表出来 assign 他分配布置 要我做这个事情 我们叫assign 我的老板assign我 我的老板叫我把今年所有进出口贸易的总数字都算出来 assign me he assign me 他分配给我的工作 所以呢就分配给他一个地方 a place with the hypocris hypocris 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在圣经里常常讲到这一类的人 让他跟那些hypocris 的人在同一个地方 ok where there will be whip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nashing 注意这个nashing这个字 g是不发音的 g不发音 所以就是nashing of teeth nashing of teeth 意思咬着牙 ok 紧咬牙关那个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怎么样 咬牙切齿 这样 那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非常非常的难受 哀伤 we'll be whipping wipping就是在那里 错气 抹眼泪 这样在那里哭 然后在那里咬牙切齿的 就是过得很辛苦的意思 ok 好 我们这一章讲完 我们来看25 25章 25章的第一节 好 我们看一下 25章的第一节说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the kingdom of heaven kind of heaven 我们知道是天国 对吧 天国呢 will be like 就会像怎么样 ten virgins 我们这地方中文翻成童女 童真女 基本上virgins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跟 男人发生过关系的这种 就是童真女 最圣洁 有十个童真女呢 who took their lamps 拿着他们的灯 and went out 他们出去 要做什么呢 to meet the bridegroom 他们出去迎接新郎 好像我们现在在拜婚礼 十个童真女 负责出去 拿着灯笼出去 灯出去 要迎接这个bridegroom bridegroom 注意这个字 新娘是bride 没有groom 加上groom 就变成新郎了 所以你记得一下 bridegroom 就是新郎 没有加上 只有bride 就是新娘 好 这十个童真女呢 拿着灯要出去迎接新娘的 那么 5 of them were foolish and 5 were wise foolish跟wise 两个是相对的词 OK 所以 所以foolish呢 是比较笨拙的 比较智商不是很高的那种 wise就是很有智慧的 很聪明的 所以这十个童真女 他们的智慧是不一样 有五个比较笨拙 有五个是挺聪明的 the foolish ones took their lambs but did not take any oil with them 这个笨拙的五个呢 他们带了灯出去 可是呢 没有预备灯油 OK 就带拎着灯就出去了 没有想到 他们想可能他们很快就遇到新郎了 很快就迎接回来了 不用带灯油 不要准备 没关系的 所以是 but did not take any oil 注意这个oil 好像很多人发音不太好 这个地方是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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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il oil的意思 oil的发音 后面加一个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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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oil with them 没有准备油 the wise however 然而呢 这个聪明的是怎么样 就不一样了 took oil in jars along with OK 把这个油放在 jars OK 放在一个装油的 这个油壶里面 油罐子里面 oil in jars Jars可以是可大可小 如果大可以是 比如说我们放一个糖罐子 一个陶瓷的罐子 也可以叫Jar 手可以放进去 它放很多糖在里头 那种糖罐子 你叫Jars OK 也可能是你腌咸菜的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Jars OK 一个小的罐子 或者是这里就是放油的油壶 这种东西 也可以叫Jars OK 也跟着什么 一起 跟着什么一起 Along with 就是也带上什么东西 也跟着什么一起 跟着他的灯在一起 There are lamps 聪明的这几个呢 五个就很聪明 他自己又自备油 OK 好我们再看 25章的第五节 The bridegroom 新郎 was long time incoming 他来的路上很久 long time 挺久的时间 And they all became drowsy drowsy and fell asleep drowsy OK drowsy是什么意思 就是已经脑筋迟钝不太清楚了 在打盹了 已经很想睡觉 drowsy OK And fell asleep 就睡着了 OK 因为新郎来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呢 他们都变得非常想睡觉 drowsy 都都在那里打盹了 就是 他瞌睡了 然后呢 fell asleep 就是睡着了 At midnight 在半夜的时候 midnight 半夜的时候 The cry right now 这个声音 cry是指那个大声叫的声音 right now OK right now 是就整个 喊出来那个声音 叫right now OK Here's the bridegroom 哎呀 这里新郎就在这里 来啦 新郎在这里啦 Come out to meet him 你们都出来呀 赶快来跟他见面啊 Come out to meet him OK 好 Then all the virgins 所有的童真女 这些十个要拿灯 去迎接他的那个童真女呢 woke up and train their lambs 所以呢 他们通通醒过来了 train 这个train是怎么样 train是 灯的灯心 你要拿刀 把它剪一下 OK 因为烧的很久的时候 那个灯心就会很长 烧焦的灯心 所以你要把它剪掉 剪掉以后呢 自然它那个下面的灯心就露出来 然后就会烧得更旺 对吧 叫train train就是修剪的意思 比如说我这个头发前面 我不要大修剪 大剪 我只要把前面修一下 把它修短 我前面留个刘海 这个叫train 就是train 我不是前面要修 我是两侧要修 我两侧给我剪一点点 长短不齐的这样子 有一点羽毛剪的感觉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叫train 这个也叫train 所以呢 就修剪了他们的灯 就是把他们的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 他们的灯心 灯的灯心 给它剪一剪 好 你再看第八节 The foolish ones said to the wise 好 这五个比较笨拙的 就跟五个比较聪明的 说话了 Give us some of your oil 你们那个油啊 我们都忘记带了 五个比较笨拙的 忘记带油了 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油 给我们一些 Give us some of your oil Our limbs are going out Going out 就是说这个火快熄了 我们的灯要灭了 要快熄掉了 所以 你那个油 分给我们一些吧 还有我们一些 第九节 No 这十个很聪明的人 就怎么样 十个聪明的童真女 就说No They replied There may not be enough for both of us and you 这个不够用的 OK 可能不够 May 用一个may 可能的意思 可能怎么样 Not enough Not be enough Enough是够不够 OK 不够 不够给 both of us and you OK 不够你跟我用 还有什么 还有你们这些人用 如果我们都拿出来 都分给你 我们自己都不要用 Instead 反而是怎么样 不如这样子 不如这样吧 不如怎么样 然后就是 反而是我们这样做吧 Go to those who sell oil and buy some for yourselves 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个地方去 sell oil 跟他们去买 buy some for yourself 给你们自己买一些油吧 你们赶紧自己去买油吧 不够用的 我把我们的都拿出来给你的话 我们不够分的 好 第十节 but while they were on their way OK 当这些 这五个听了就要去买油去了 比较笨拙的 去买油了 on their way 在他们往卖油的路上 叫on their way on their way 比如说 打电话 你问我 哎呀你怎么还没到我家呢 不是说要来我家吃晚饭吗 oh I'm on my way 我就在路上 on my way 意思就是在那个 去你家的路上 所以当他们在去的路上呢 buy the oil 去买油的时候呢 the bridegroom arrived 这个时候新郎就已经到了 他们傻乎乎的 傻乎乎去买油 那人家这个新郎就到了 the virgins who were ready went in with him 这个时候那些准备好的 就是那五个比较聪明的 有自备带油的 那五个童真女呢 就were ready 他们就准备好 ready就是准备好 went in with him 就跟这个新郎一块进去了 to the wedding banquet wedding banquet banquit是一个大的宴席 叫banquit ok 请人吃大餐 大宴席 很多人 这个叫banquit wedding banquet 指的就是婚宴 婚宴上 and the door was shut 所以他们因为 签钱有准备好油嘛 所以他们不用去买 不像那五个笨笨的 去买 所以呢 他们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be ready 然后任何时候呢 这个新郎一来 一通报 哦 新郎到 马上他们就可以去接新娘 新郎了 然后接了新郎以后 就跟新郎一起去进房子去了 就可以参加这个婚宴了 参加婚宴了 然后他们都进去以后 这个门怎么样 就关起来了 shut the door was shut ok 所以shut the door 他们有这个说法 ok 那个门上 那个门啊 你走的时候 shut the door ok 把门随手关上 那个叫shut the door 好 我们来看11节 later 这个之后呢 the others also can 其他的也来了 这其他的是指谁 就是那些笨笨的 比较笨拙的 那几个去买油的 sir sir 如果我们不清楚 对方是个男的 不清楚对方的话 你怎么怎么呼喊呢 hey hi you woo 不能这样叫吧 我们说sir 就是尊称 先生啊 ok sir sir they said open the door for us 就五个笨笨的买油回来了 然后说 哎呀 主子啊 哎呀 先生啊 麻烦你把这个门给我们打开呀 我们买油回来了 but he replied 但这个新郎怎么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实在告诉你 i don't know you 这时候新郎就说话了 我实在告诉你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ok 我真的不认识你们 因为你们也没有来迎接我 你们也没有跟我一起进来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谁呢 谁知道谁去买油啊 对不对 i don't know you therefore keep watch 因此 所以呢我们就要 keep watch 要警醒 watch 睁大眼睛 要警醒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the day or the hour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日子跟时间 ok 那这个 the day or the hour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那个主子 你的新郎来的时间 你完全不知道 就像挪亚的那个时代的方舟 他们遇到大洪水 没有人会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的 没有人会知道你的主子什么时候来的 没有人知道耶和华神什么时候 从天上降下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 好 again 又一次 it will be like ok 这个就像一个什么事情呢 a man going on a journey ok 他去 去旅行 去参与一个旅行 going on a journey 注意用on 他去参与呢 在一个旅行上面 旅行的路上 who called his servants and entrusted him entrusted his property to them 这个人 ok 这个人 who是指这个 出门旅行的这个人 called his servants 他把他的仆人都叫过来了 因为我要出门旅行了 仆人都叫过来 entrusted entrusted his property to them trusted是相信 entrusted entrusted就是怎么样 他用相当相信 把什么东西交给人家 我们叫entrusted ok 我很相信你啊 所以我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你 这个基础必须建立在一个 非常相信的基础上 如果我不相信你 我是不会把家里的钥匙交出来 所以entrusted 通常就是把什么重要的东西交出来 ok 所以他呢 把仆人叫过来了 很信任他 所以就把这些 property to them 把他所有的property property是他的产业 他的物业 这些东西呢 就entrusted ok 把他的这些东西就交给他们了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25章的14节 停在这里 ok 下一次讲15节 然后我们请屏幕同工准备要上屏幕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也准备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要做领读跟跟读圣经的经文 感谢您啊 在这个时候把我们领到你的面前来 我们渴望今天晚上的网络能够通畅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跟老师打招呼很有礼貌 然后我们也能够开我们的眼目学习到很多 谢谢神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老师更有爱心和耐心来引领我们 给我们解释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持人 谢谢 Thank you Jen Hello Lou This is Lisa How's the day? Hi Lisa I'm good How are you?